大家好,欢迎来到灰生活种菜 种菜离不开肥料 肥料就是蔬菜植物的营养来源和食物 蔬菜通过它们的根系吸收土壤里的营养 包括16种必须的营养元素和其他的微量元素 来长绿叶、开花和结果 那如果我们剥了种子或者移栽了小菜苗以后 仅仅靠土里现有的营养维持它的一生 肯定是不够的 特别是对于生长周期比较长 需要开花结果的蔬菜 比如西红柿、辣椒、茄子、各种菜瓜等等 所以必须在蔬菜的生长期内补充肥料 我们自己家庭种植追求的是有机蔬菜 那什么时候追加有机肥 以及加什么有机肥 就成了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 超市里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肥料 可仔细看一看多数都是无机肥 特别是蛋林甲这三个数字标的比较大的肥料 对于种花特别合适 对于种植有机蔬菜可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时间长了会使得土壤板结 土会一年比年的差 那种植有机蔬菜如何尽量做到不买化肥呢 也能让我们的蔬菜茁壮成长呢 下面我就介绍六种天然有机肥料的来源 而且不需要花钱买 或者花很少的钱 种出更加美味更加健康的有机蔬菜 同时让土壤更加的富含有机质 第一就是腐叶土 腐叶土又称腐植土 是树叶经过微生物分解发酵之后形成的营养土 这种土与一般的土壤不同 它疏松透气 饱水饱肥的能力强 肥力持久 不会板结土壤 与一般的土混合使用能改良土壤 让土壤肥力更强 腐叶土含有丰富的腐质酸和微量元素 可以让幼苗更加的健壮 蔬菜长得更好 我每年秋天都会趁着落叶满地的时候自己制作腐叶土 这个时候街道路边会有大量收集不完的落叶 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黑色的塑料袋中 淋上一点点水保湿 把塑料袋的口扎紧 再戳几个洞 放在阳光还不错的地方 这样经过了一个冬天和春天 里面的树叶就会变成腐质土 这种土会吸引大量的秋蚓 而正常的秋蚓绝对是种菜的好帮手 第二咖啡渣 咖啡渣含有大量的天然蛋肥 而蛋可以让蔬菜枝繁叶茂 如果家里没有咖啡渣的话 也可以去咖啡店去索取 它们都很愿意让你拿走还新鲜的咖啡渣 简直太香了 拿回来的咖啡渣 先在太阳底下暴晒一到两天 然后就可以储存起来 慢慢使用了 不过咖啡渣需要稍微发酵以后使用 发酵咖啡渣很简单 就这样淋上水 闷在盒子里 暴晒几天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长了白色的菌丝 就说明发酵好了 发酵好以后 就可以直接与土壤混合使用了 如果不经过发酵 将咖啡渣直接少量的埋入土壤里 并且避开蔬菜的根部 问题也不大 第三堆肥 家庭堆肥一般是用大一点的堆肥箱 将平时收集的厨余和干性材料 分层混合加入 让堆肥内部自然发热 最终变成黑金土 没有大堆肥箱的话 也可以用最大的花盆或者其他容器代替 但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黑金土 制作堆肥除了平时收集一些果皮菜叶之外 还需要大量的干树叶 纸壳 干稻草等等棕色材料 棕色材料与绿色材料的比例大概为3比1 还需要保持一定的湿度 堆肥不能太潮湿 也不能太干 平时还需要多翻动 增加空气的进入 想要快速让堆肥变成黑金土 确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由于是各种材料制作而成 黑金土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 也是秋蚓的最爱 除了用各种堆肥箱堆肥之外呢 还可以用深埋堆肥 还有平层不挖土堆肥 还有波卡锡堆肥啊等等 都是把除鱼垃圾变费为保的好方法 第四 酵素 酵素含有所用原材料的各种营养元素 氮磷钾 微量元素 以及各种活性物质 比如酶 多糖 有机酸 醇 益生菌 等等 酵素的原材料也是我们的厨余垃圾 特别是水果皮 蔬菜叶 土豆皮等等 加红糖和微生物菌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而得 因为酵素呈弱酸性 所以需要稀释以后再用来浇菜 一般根据情况 稀释100倍左右 剩下的酵素渣子 也可以直接埋入土壤 所有成分都是纯天然的 第五 蚯蚓粪 除了个别不正常的有害蚯蚓之外 大多数蚯蚓都是菜园的一种 可以将有机制垃圾消化 混合土壤排泄出蚯蚓粪 蚯蚓粪是上好的有机肥 含有大量的氮肥 还可以改善土壤结构 我经常在种的绿叶菜周围 看到蚯蚓爬进爬出 特别是在春雨绵绵的春天 土里很多蚯蚓 说明我的土很好 蚯蚓粪提供了氮肥 我的绿叶菜也就会长得很好 叶片很大 第六 动物粪 动物粪包括常见的鸡粪 牛羊粪 如果您可以得到纯的动物粪 一定要确保腐熟完全以后再使用 不然会对蔬菜的根系有破坏 那我们在超市经常见到的鸡粪 牛羊粪土呢 是混合了土 加工好了 直接可以使用的 鸡粪 含有的氮肥和钙会稍微多一点 也更贵一点 牛羊粪土呢 一般比较便宜 缺点是由于动物的消化系统的原因 可能会带来杂草的种子 不过也没有关系 看到杂草就拔掉就行 以上就是六种常见的有机肥料 都是别人眼中的垃圾 种菜的人眼中的宝贝 如果对其中任何一种肥料感兴趣的朋友呢 我把每种肥料的相当具体的制作方法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都做成了视频 罗列在了视频的下方的描述栏里 可以选择性的观看 做一个参考 其实呢 想要完全做到纯有机种植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超市里买到的标明了organic的蔬菜 也不是100%有机种植出来的 我们平时买的土呢 就有可能很有化学物质 比如事先添加了微量的无机肥 或者我们使用的草木灰 严格上来说也是无机物 还有调节土壤酸紧性的各种石灰 也是无机物 所以在有机肥料方面 能尽量有机就尽量有机吧 可以让我们的菜园生态 更加的平衡和健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